他都受客滿 一看到小孩子也都受客滿 家被拆 還沒旅館住 副主說 一夜未眠 家被拆了 成為眼前的斷垣殘壁 突然無家可歸的林先生一家五口 昨晚投訴旅館卻都被拒絕 我們客滿囉 幸好有朋友伸出援手 讓他們暫時借助 才解決住宿問題 他說孩子們直到凌晨才睡著 但是上課的用品卻全沒了 他也一夜沒合眼 腦子裡面不斷重播 家園倒塌的畫面 他到現在仍然不敢相信 會發生這麼離譜的事情 小阿子也是到一兩點才入睡 因為他也不是很奇怪 這個環境這樣子 今天要上課了他的書 沒有 都沒有書了 衣服是民居捐贈的 穿著以及小朋友的舊衣服 然後買了薪水給他 然後餐具什麼都沒有 現在就是學校 各界學校暫時提高這樣子 吃個早午餐回來 突然截然一聲 這日子是要怎麼過下去啊 突發中心新北報導